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哇观众朋友看到外头太阳公公已经露脸了 今天晚上提醒大家要留意高温炎热的天气 出门还是防晒防热多补水 不过天气方面开始要有一些变动了 我们先来看这张云图 目前在太平洋上有很多热带扰动 很多这个低压在萧萧涨涨当中 而且呢目前可能看起来 在礼拜五的时候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大的低压带 慢慢靠近我们台湾 会对我们天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第五号台风桑达是不是要生成了呢 我们先来看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出现了热带性低气RTD0D 目前看起来它有发展微轻度台风的趋势 看起来有可能就是准台风桑达了 而未来它会往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 对我们台湾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可是呢在我们东边海域的这个大低压带 就会为我们天气造成影响咯 首先来看到的是预计在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大低压带就会慢慢靠近我们东半部的海域 而在这个大低压带内很容易会有扰动生成 看起来可能会有两个热带扰动系统会活动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TD07往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 还有另一个呢扰动可能会比较靠近台湾 可是目前看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确实我们来看到美国跟欧洲的一个预测都可以发现 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热带扰动稍微接近 可是它的位置还有它的强度 目前看起来还有很大的一个分歧 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要持续的来帮大家做关注 那么接着还要来回到今天看到台湾的天气形态 水气稍微增加 我会提醒您今天在午后的时候 如果要往山区或者是西边一定要记得特别注意 因为呢在午后包含在整个山区啦 还有像是屏东以及嘉义跟中大台北地区 特别是靠近中永和山区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受到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所以说今天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提醒您 记得把雨伞还有雨具要带在身上了 至于温度的部分呢 今天各地还是都在32到35度的高温 有些地方温度会比较高一点 像是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跟高雄屏东 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 特别是花东纵谷地区 今天还是有机会来到38度以上 所以呢花莲地区的农民朋友跟观众 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极端高温还是会持续下去 以及紫外线的部分 今天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里岛 也都有机会出现紫色的危险等级哦 所以外出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了 最后呢四个重点提醒您 今天依旧是晴朗炎热 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 另外双北还有高雄屏东台湾 感觉像是非常酷热的 午后折销留意局部的雷雨楼 特别是在山区 可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往山区走 往西边走的观众朋友提醒您 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了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